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从网络关键词搜索,扩展到了视频广告,移动端广告等领域,在过去的几年里,Google在广告领域也表现得非常积极,通过一系列的兼并来提高自己的广告营收,但是,Google也明显感觉到了,Facebook等其他社交网络媒体在广告领域发起挑战,Susan Wojcicki在上周三的演讲中提到,广告业务都是互联网发展的命脉,正是有了广告, 才有了互联网上免费内容的可能,但是现在的广告业务正在经历巨变,我们要做的就是和用户保持一致,所以,Google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考虑广告业务未来的发展前景,和如何让Google的广告业务再次焕发生机。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要了解用户使用习惯的改变,想象一下2020年人们的生活,那时候人们起床之后可以在屏幕上阅读新闻,听自己喜欢的音乐,根据自己的需要看电视节目等等,到时候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将会全部实现数字化, 所以,届时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广告会通过网络在线播放,所以未来广告将具备以下五个特质, 一,广告具有可选择性,用户观看广告是自愿的, 二,让用户更多的参与到广告中来,自从2010年以来,显示广告的购买数量在快速增长,但是用户真正的兴趣所在并没有受到广告商的重视, Google已经建立了用户的喜好倾向数据库,而且每当广告根据受众的兴趣爱好投放时,效果一般都不错,现在需要做的是将这种策略进一步推广。 三,广告需要更加侧重互动性,而且更具有吸引力。 四,广告应当具有连接性,现在人们有很多的移动设备,而且这些设备的功能划分并不十分明确,这让广告商非常被动。 他们除了发布桌面广告外,还要在智能手机和平板计算机上发布同一广告,为此,Google的广告部门还专门进行了一次名为Enhanced campaigns的调整。 Susan Wojcicki认为,广告的目标应该是人,而不是各种的设备,所以增加广告的相关性是首要任务。 五,广告必须可评估,可量化。 在衡量一个品牌的影响力时,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标准,因为每一个品牌的广告商都在考虑如何让自己的品牌接近并影响消费者。 为此,Google专门推出了一个品牌提升调查项目,可以调查所有看过广告的用户。 Susan Wojcicki还专门调整了Google Analytics。 经过重新设计之后,Google广告团队就能更好地理解来自不同方面的数据。 相关阅读,Facebook精准广告深向线下,Twitter趋势广告受宠,价格每天20万美元。